6月23日加拿大保守黨參議員吳南海和克薩科斯 還有另外11名參議員聯名自信杜魯多 信中表示中共是對人類最大的威脅 對國際安全造成危害 要求加拿大政府應該對中共採取更強烈的立場 信中提到中共幾十年來 嚴重侵犯人權和基本自由 不斷無情地對其他群體實施可怕 而且完全不人道的行為 暴行已經成為中共一種極其危險的習慣 信中還強調加拿大公民 也因為中共政權過度擴張和專制而成為了目標 除了近來監禁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 上人斯巴玉 中共也對加拿大進行了各種滲透工作 例如在中共統戰部領導下 成立了孔子學院等中共附屬組織 對反對中共獨裁統治的加拿大華人進行騷擾和恐嚇等 參議員他們還表示 對中共暴行最好的回應方法 是使用馬格尼茨基法對中共高官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 加拿大的馬格尼茨基法 正式名稱是外國官員腐敗受害者正義法案 制裁方法是凍結腐敗外國官員的資產 並禁止已知的侵犯人權者進行金融交易等 在此之前 加拿大已經動用這個法案 懲罰過委內瑞拉、俄羅斯、沙特阿拉伯等國家侵犯人權者 參議員他們還在信中說 加拿大政府應該表明 捍衛促使加拿大繁榮和安全的核心價值觀 民主、人權和對國際法的尊重 根據加拿大廣播公司報道說 信件的簽署者包括獨立參議員 默克·菲德蘭 他是總理杜魯多任命的無黨派參議員之一 他在6月23日的一次談話中說 中共通過建立維吾爾集中營 對香港抗議活動的暴力鎮壓 對人權觀察員的逮捕 以及抹摘器官等 已經證明了他惡劣的本性 他還引述調查說 可不可以等一等 聽聽我要說的話 我們是在說量心反的器官 被強行以外科手術從身體中取走 曾報道過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 前新聞工作者黑武·芒芯 在6月23日在加拿大參議院的演講中說 我們必須挺身而出 我知道政府利用每一次機會提出了人權問題 不過似乎沒有作用 中國表明 他不會聽取理性或盟友的聲音 他正貫囂著人民的自由和寶貴的生命 北京需要對這些侵權行為負責